大家好,我是刘汉刘文正 今儿看了一个消息 就是那个 我老师有这种感觉 这人 可能会白眼狼 可能会忘恩负义 但是这个人白眼狼之后 他肯定是有 就是对他恩人白眼狼 他得有一段时间的反差 这个人再白眼狼 他也有一定反差 像我这种不白眼狼的 我也知道这个道理 白眼狼的更聪明 他白眼狼他绝对不是说 你给他好处立马跟你翻脸 好处还没拿够 明白吗 但是一些正常的人呢 就更不可能办这个事了 至少他得要这个脸 你知道吗 得要这张脸 所以我觉得 乌克兰打波兰这个事啊 我觉得他妈的可能性 是附属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波兰属于北约 乌克兰打俄罗斯 你看他现在打得赢 我承认乌克兰很英勇 但是呢 如果没有北约的军事支持 没有情报科技支持 我真不相信 乌克兰能打俄罗斯 能打到这个样子 大概率是被俄罗斯侵略 侵略的非常惨 所以说你说 这仗还没打完呢 正打得热火朝天呢 乌克兰和波兰又没有他妈的什么致命的矛盾 他怎么可能一个导弹就过去给人炸死两个人 但他脑子有病吗 乌克兰 我看乌克兰不像是白眼狼 即使是白眼狼的话 他也得把这个仗打完了 彻底赢了之后 然后同时 你记着同时 波兰得做了对不起乌克兰的事 两个在死下 这都没有的话 你说乌克兰打波兰 这不扯淡吗 所以我觉得 说波兰打乌克兰的导弹 我觉得这个道理是讲不通的 但是我比较怕俄罗斯打过去 我怕俄罗斯不是误诈 我是怕他真打 你知道为什么吗 大家知道现在 乌克兰在那个这么说吧 大家信息都正常的情况下 大伙都知道 乌克兰会拿回乌东四镇的 包括克里米亚都很有可能拿回来 然后什么时候呢 半年之内 我说半年之内 很有可能拿回来 全部拿回来 最多呢 不超过一年 那这种情况下 那俄罗斯普京 你去打一场仗 那不是当时去把克里米亚给拿走了 啊 战战阳这是我的 你看我多厉害 我 我军事特别厉害 特别强 我军威是 传遍了 我的威名传遍了整个欧洲 他不是 他现在是很丢脸 非常丢脸 他丢脸了之后 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丢脸到一定程度 那他万一觉得我这个政权不稳 甚至他妈 有人想 趁着我在国外打了一场大败仗 你比方说谁 完颜亮知道吗 完颜亮这个家伙 比那个谁 比李世民都牛逼 从某种意义上讲 文才武略 虽然不是啥好鸟 比方说隋阳帝阳广 那也是李世民的叔叔 伯伯辈了 那也是雄才大略 这么说吧 都说圣堂圣堂 你圣堂 你跟谁比 你跟隋比 你跟杨广比 你李世民 宗其一世 自从活的 从活到死 他建立那个 那个堂 那个发展的 不管是疆域面积 还是经济面积 还是人才武略方面 差隋 差隋阳帝 早了 但就这么俩人 因为他妈打败仗 那个 弯阳亮 是因为 因为把所有的 就和苏联大清洗一样 把手底下 所有的人 反对他的 全都干掉了 把人老婆全都 把人老婆全都当妓女一样的 给抓到宫里 去跟他 供他淫乐 然后呢 把他 把他妈都给杀了 把他后母 太后给杀了 就是因为 说话 看他不顺眼 虽阳帝 三征高利 死的一次比一次人多 根本就不管死多少人 不管死几十万人 没本人当人 最后终于 杨选感反了 然后 一下子 操 哎呀 有斗建德 什么的 李世民 这些 王世聪 是不是 这些人都反了 反了之后 就 刘武周 这些 你就压不住了 普京记着 普京的话 手底下 也有反对他的人 他如果一直赢的话 他是个强权 政治 他是个政治强人 他的威望就建立了什么 军功上 实力上 硬实力上 如果打仗 打乌克兰 侵略乌克兰 如果赢了的话 如果把乌克兰全都侵略了 那没有问题 普京是千古一帝 在俄罗斯 那种文化中 绝对大家伙都给他点赞 在俄罗斯 我没给他点赞 我觉得侵略的话 侵略越多 我觉得 反了 但是呢 俄罗斯不一样 俄罗斯前身 就是沙皇俄国 和那个苏联 最牛逼的人是谁 耶卡特琳娜 那女王 为什么 站的面积多 耶卡特琳娜 女王实际不是俄罗斯人 也不是俄国人 她是外面的人 过来了 过来之后 有的是情人 她自己的孩子 都不知道 是不是跟她俄国老公生的 但是没有办法 人打的面积大 是不是 彼得一世能打 是不是 开疆扩土 就这些人 在俄罗斯眼里 你不管他 他不管是抢的什么 在俄罗斯眼里 就是一个牛逼 你只要能赢我就牛逼 他不是说 民主文明那种国家 所以这些国家的话 打就是要地盘 就是要地盘 我赢了 我都认识你是大哥 可惜呢 普京的话 这次竖的个底掉 裤头 现在裤头都没有了 现在穿什么裤头 我就不知道了 大乌克兰 我当时 当时网上有一个说 脑子聪明的 一小时二十分钟 还是二小时一十分钟 当时不是吗 一战封城 那个 少一谷 当时说那个的 高次就知道 不行 我没有那么聪明 我是三天到一个周 我知道 俄罗斯必败 为什么 举国大一个国家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不能马上面 国人顶住了之后 还有外援情况下 你肯定 打成消耗战 你肯定要完蛋 最后那个swift 不是吗 国际金融核弹都一炸 你顶住了可以 只要人家顶住了 你如果不能像德国闪击那么低的话 你肯定不行 为什么 耗就耗死你了 你俄罗斯你经济不行 你俄罗斯经济就等于中国一个省 中国经济实力 中国经济实力比你俄罗斯强多了 他如果跟美国打的话 他也消耗不起 而且是整个北约 乌克兰那个导弹 什么的武器 那简直就是不要钱一样的 随便没有影响他任何 他现在就是惨的什么 惨的在打仗 损失都是什么 乌克兰的 不管是人什么的 俄罗斯现在是什么 俄罗斯本土没受到攻击 但是他什么 极大的损耗的国力 斯维夫特 国际金融炸弹一出来 你卢布行吗 你卢布 你卢布真不行 你别看你现在 你能正常放开对吗 美元对卢布行 你卢布对美元 你敢放开对吗 你敢放开对美元 你不敢 所以说你俄罗斯 你现在就是怎么回事呢 你经济不行 你科技被封锁 你没有芯片 你没有芯片 伊朗那个飞机行吗 大哥 伊朗那个飞机 这么说吧 伊朗那个科技 哎呀我操 伊朗那个科技 还不如俄罗斯呢 我说实在的 你叫伊朗提供给你 无人机 你俄罗斯去打 现在去打乌克兰 我感觉现在 你当时是三天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 你三天到一个周 我知道你肯定要败 但是没想到 我看了毒刺 打那个飞机 两个飞机并排的 一个毒刺上去 胯下一打 直接勾下来一个 还有毒刺 还打另外一个 躲去了 我说实在的 俄罗斯哈 你不能 你不能说黑他 我不为黑而黑 俄罗斯的飞行员 真他妈牛逼 直接的 打了那一堆干扰弹 把那个毒刺给引过去 自己刷一下 一个落叶似的 然后再正常飞 结果没想到 第二个毒刺一打 勾下来了 我当时我就知道 在我看那个什么 我当时我就知道 俄罗斯引引为傲的空军 我看了 他是真正的战斗机 做那个特级飞行 我当时以为 我当时以为 那就是最牛逼的 那比美国都牛逼呢 结果没想到 人家肩抗射毒 随便打下来 在我看那个 那个 就标枪打坦克 开核 精准度太高了 我再一看 那个前级 第一层指挥啊 那不是那个人吗 第一天去 然后腿就断了 然后那些将军啊 什么的 死了那么多 而且他不是冲锋见证死 在后台就死了 情报不行的 情报当时为什么 美国能赢 日本 因为美国破解了 日本情报 当时为什么 德国会输 德国会输 当时是因为 德国 迷的那个 那个东西 也是被破解了 如果不破解的话 我这么说 中途岛谁能打赢 很难讲 再是包括那个 龙梅尔 打他那个 是打蒙哥玛丽吗 蒙哥玛丽 打不过龙梅尔 他什么 他的消息都知道了 你的消息 人家龙梅尔不知道 那你打不赢就不对了 俄罗斯恰恰相反 就是俄罗斯的消息 人家乌克兰全都知道 带着夜市仪去 跟你打夜战 人家看得清清楚楚 如同白州 你是瞎子摸眼 就是有代差 你没法打 这个仗有代差 而且不是 我感觉不是 一代两代 三代四代 这种代差 没法打 就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被人打了 那个熊样的话 有一个前提 这是北约提供的武器 那乌克兰现在 打到就快要收复 乌东四镇了 就快要收复 乌克里米亚 他脑子有病吗 他现在 他现在 我操 我先那个什么 我先做个白眼狼 我先把波兰 炸一炸 看看北约反应怎么样 是怎么个意思 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 打到现在的话 你觉得总统是傻子 还是乌克兰人是傻子 没有 没有 所以他怎么可能 是乌克兰打波兰 不可能啊 你想想 就 盟友 现在 北约一撤 那俄罗斯 打乌克兰的话 那这个 由绝对劣势 变成绝对优势了 乌克兰可能那么啥 不可能 所以说我说 乌克兰打波兰 这个可能性 负数 不是零 是负数 绝对是负数 在白眼狼 就乌克兰 我现在没看出来 乌克兰是白眼狼 即使是某些国家 是白眼狼 遇到这种情况 他也不会 为什么 仗还没打完呢 我先把我 支持我的盟友 而且这个盟友 决定的我这场战役的 成败 那我即使跟他有矛盾 我也不能拿原 拿那个什么导弹 直接打他 还打死几个人 所以 这也就是我的观点 我是刘汉李文正 喜欢的也可以 点赞 加订阅 谢谢大家 我推特也有 我推特 我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网红 这个不是吹牛逼 而且我是真红 那个我推特号是 TRUMP678 就TRUMP678 我也不是TRUMP的粉丝 就是 当时看那老头挺好玩 随便起了这个推特名 也不要大家误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